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跟各位介绍Line Camera的整合应用 我们先来我的Line找到照片 这边顺便说明照片有多张在Line群组的下载 聊天室也可以 我们要来看一下点其中一张照片 因为大家传的时候有可能多张传送 你只要点右下角的下载钮 它会出现 那你一口气全部照片都要 你就直接按储存所有图片 看它是几张 除非你要一单张一张一张 你就要去滑动 这是好的 就挽回 下一个也是 我就直接点其中一张 按下载钮 储存所有图片 那这边说明一下新功能里面多了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最近才有的 看你的手机有没有更新Line版本 这个只是折叠 它怕你到时候资料太多了 你可以呈现出来 点开来就有折叠起来的效果 再说明一下 好 那我们进来我们的Line camera Line camera 我先简单介绍第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如果在照片里面要再放照片 虽然拼贴可以做效果 可是我要照片上面放照片 那个功能 那我们简单把我们刚才下载的照片选取出来 找所有照片 假设我找了其中一张我水蜜桃的照片 我想要上面再放一张照片 那我用最简单的一个彩剪功能 请你先点右下角的选择 选择进来之后 直接做我们的爱心贴图 爱心 爱心点进来要先点 点完之后 我有一把剪刀 这个裁切 裁切功能 那他会找到我之前的 那我要先找我们现在要练习的 所以要做勾选我们的加号 所以先点我们的剪刀 爱心 再剪刀 再我们的加号 所以这边待会我们要选的是这个 点选加号之后 再找其他张照片 我现在假设我想要放我的香蕉 所以我点香蕉 那香蕉这边有两串 那我只要一串就好 所以我按选择 那他这边就有这个 可以预设它下面的版型 好 有分两大类 那我只要左边这一类预设就好 所以他预设是在这边 颜色比较深的 因为你选的这个 所以这边就会有一排功能 除了这些形状还有其他的 所以你就往其他地方 看你们要的形状 那我待会举例我要爱心 圆形去控制你要的位置 OK 好 看有没有哪一个适合你 你就是选取你要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地方 那我就只要到这边 说放比例 大小控制 它不可能改变里面的照片 而是改变你要裁切的大小 这个是注意事项 假如我这边只要到这边 其他可能适合 好 那我裁切完 这边下来点 好按下一步 裁切完之后 形状确定好了 这下来就是要边框 好 它预设是五框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这边提供的框 有这些不同种 好 那我先明显一点 我用一个绿色 当你绿色选完 它就出现在你的照片 圆形的外围一个框 那你可以改变它的粗细 粗细是以中间这个区块 好 那我们就调小一点好了 不用那么多 下次它就会记住了 所以你先决定 那个宽度大概多少 好 按完成 这个范例 就完成 下面的面板会在 你不要理它 你轻碰一下 或是轻碰一下 它就会折叠 那你现在要决定 要控制你的照片 所以你再对着它点 点完之后去控制大小 好 那我们原本想要把照片 放大张的功能 也可以再复习一下 如果你觉得老师 我待会可能要放下面 我照片有点太挤了 还记得我们的裁剪 裁剪 我可以把空间 放多一点点 好 举例的 假设你需要的话 我们练习的 好 所以到时候 爱心 点进来 你可以再放你要的裁切功能 好 旋转 大小等等 OK 好 假设我这边就是做一个例子 我想要照片里面 再放一张裁剪出来的照片 可以吗 爱心 里面的贴图功能的采取 OK 好 谢谢各位 我们讲到这边 好 我们接续刚才的一个范例 好 那我们一样来到like camera 刚才的范例是我们照片 的存理 好 这张照片我刚才忘了一个下载 好 这个照片先决定好你要位置 一旦你决定了这个照片就就确定好位置 我们就会变成没办法改 好 所以我们按下载鸟 好 虽然现在有选到东西没有关系 你只要按右下角的这一颗绿色箭头 就是下载鸟 好 下载完之后 这个画面就是你准备要 你如果没有要分享给别人 你就按右上角完成 如果你马上要分享 请你按like 在这边的画面里面 我大部分都选择仅限一次 好 那接下来你就去选择你要分享的对象 那我现在用我自己个人的群组 里面有成员 好 这样就完成了 那这个画面其实是还可以继续编辑 如果你要继续编辑就返回上一层 他已经存了刚才那一张了 那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再做了 就按右上角的完成就可以了 OK 好 这个是补上说明我们刚才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先告一个段落 好 接续我们要来做的是 额外做出一个我们要的 有一个空间可以放我们想要放的东西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说空白或是其他背景 而不是选照片 好 刚才我们的范例是相簿里面找一张照片 再把我们想要裁剪的照片放上来 那这次我们用的是手绘贴图 是我们这个功能 好 可以从完全没有的地方开始做起 好 那他这边的版型有不同的效果 好 那注意我们现在预测是白色纸 而且是比例是1比1 现在很多的外 那个IG 或是脸书喜欢用1比1的空间 好 那如果你要改尺寸可以 你可以直接切换 4比3 3比4 9比16 好 再按一下就回来了 好 那另外除了大 那个尺寸之外 他有提供的板 后面的一个面板给你操作 好 那待会我们直接简单的练习 所以滑到最左边 可爱的一个造型 好 这个 那我待会为了说明 先跟各位介绍 你在裁切的时候 其实因为它有一个米色系 很淡黄色的 你看不出来 那我画出来给你看 他这个画出来 这是我画出来给你看的参考 范围是只有这边 所以上方的这个你不要 东西不要放在这边 否则你待会下载之后 东西会被裁掉 好 那因为我们在教学上的说明 所以待会我故意让各位 在操作的时候是比例大一点 你比较好控制 所以我用的是3比4 3比4 所以区块会比较大一点点 好 自己注意 好 所以选择尺寸 选择你的板块 按右下角的边挤钮 点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练习 好 这边比较好控制 就是你可以去裁剪你所有想要的照片 可以不 他原本的尺寸的大小 或者是裁切成你要的 好 那我们现在用剪刀 好 一样是爱心剪刀 好 加上 所有照片 这次我故意选我们的水蜜桃 好 原本后面有东西 我现在把它裁剪 所以直接按选择 可以控制你的缩放 那个矩形区块 目前我就是要这个区块 我把我这个工具拿掉 好 那你就可以裁切成你要的 去移动 控制上下 好 好 那他这边如果你控制大小 已经决定 可是位置不对 你要去移动他 好 注意事项是这个 好 去大概去裁切成我要的 OK 好 然后 好 好 形状你可以决定 我现在练习的是这个礼盒的形状 好 所以我就裁切成这样 好 直接按我们的下一步 好 那这个边框看你要不要设计 自己决定要不要框 好 那颜色可以衬托出来 如果你底色是比较淡色系的 你就要颜色比较深 好 那可是边框不要那么粗 好 这个颜色有点多 好 好 好 什么颜色都可以 你可以去控制你要的 好 好 按完成 好 那他就裁出 放在你的面板了 你可以控制 控制你的位置 旋转角度 好 大小就是固定的 好 不要就叉叉 好 然后他可以左右颠倒 好 那你可以感受一下 好 那亮度 我们现在先不调 好 再来我再裁切一个 好 我们再裁切 好 裁切我想要形状是爱心 好了 再加 这次我用的是樱桃 好 按选择 爱心在哪里 在这边 这边有个爱心 好 那空间 不是很好控制 因为我们原本的设计 会有出现白白 那是很正常的 好 好 就这样 所以裁切成你要的形状 好 那背景你要是什么 因为我的底色有点米白了 所以你可以衬托出来你要的色系 好 那宽度自己调整 OK 所以请你在练习 可以利用我们的手绘 推图的里面的空间 比较可以放你想要放的位置 好 大小等等 去选去做 好 那随时想要再叫出来都可以 OK 好 这是我们目前 请你裁切两个形状的功能 好 那如果你现在马上要分享给别人 你可以先下载 好 教学里面 马上传给老师 或者是你自己的练习群组 好 那 接下来 其实他已经存档了 好 只是做一个分享的动作 好 接下来如果你要继续编辑 请你按返回 因为我们还没做完 好 到这边就可以了 OK 好来到这边 请各位试看看 哦 不小心按到叉叉 好 各位我们继续来继续 刚才练习的是我们的爱心 剪刀裁切成这个形状 给他提供的一些形状 可是接下来我们可能有些形状不符合 我们需要的一个裁剪的一个空间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练习的是他不一样的功能 所以待会一样 帮我确定一下最下面那边是选的爱心 爱心完之后找剪刀 好 所以他的先看下面这一层 好 再看剪刀 好 那他会记住之前的不管 再按 左边这一刻加号 选择照片 好 那这一次我假设我想要的是我的 呃 呃 选择 之前我们说过了 预设他是来到我们的面板 是属于这个方形的 这个叫形状区块 那我们待会要的是隔壁的这一颗 有点绳索这样的概念 好 那点选之后他会出现三个功能 我们先练习的是第三颗 第三颗这一颗 好 那点进来他会变成颜色是绿色 其实他功能已经启动了 他不没有给形状 因为接下来你的工具就是你的手 你的手要去画出来 那因为在画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去说放比例控制 移动位置 好 两只手 一只手就不能一只手就在画了 画错了赶快回上一页 好 所以待会我们要的是画出来我们要的 好那待会尽量就是一条线 如果你放手就没了 所以他要去有一个起跟和 那个开始跟结束要变成连在一起 好所以你到时候去圈出你要的大概 好到这边都要啊都要圈到最后圈出来 这样就变成一个区块了 好这边这时候我们只是练习 没有漂亮没关系 多次多次的练习就可以了 好那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改变他的线条 他不能改了 好如果你按返回就重做了 好所以我们只是练习 控制这个香蕉好不小心撇到都会上一页 好我们再一次哦圈出你要的区块 那他左边会出现这个是让你参考 那如果你现在不需要你就不要理他 直接看着你目标要的回子去圈出你要的 OK好了就下一步 好那看你要的区块颜色是什么 假设我就是这样 好完成 这就是一张 缩放比率控制在旁边 可以吗 里面的线索就是直接圈出来一笔画 那我们再加一个哦再加一个哦 好一样 剪刀 左上角的加号 选择 这次我用奇异果 好那奇异果的话我要的目标是其中的五颗 下方跟右边那一个我不要 那我按选择进来之后 我说过这边都会踩到 很难控制到不要 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绳索 这次我们练习的是预设的这一颗 就是我们的曲线 这一颗曲线 那它的线是跟刚才差在哪里 它是有点构出来的线 所以我待会放大 起始点它会有一点绿色的点 你点到哪里就是你的起始点 去看出你待会要圈出来的位置在哪里 假设我现在这个位置 好那这边 有转弯的就代表要有点点 那个像这边旁边你要有转弯 这样就不适合 我要再边边再给它点 只要有转弯的就要给它一个 这一颗我不要所以我就不理它 好那就点 那你现在看到这样其实还可以调 什么意思呢 好我先到这边 好先点 不要最后再 还有一笔画先不要 我先给你看 放大 好它就有这个 像我这边可以移动我的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可以移动靠近一点 好像这边 我不要报纸嘛 所以我的目标是在去把这个报纸的东西 尽量不要被我圈到 好那上面这边再靠近一点点 好你可以往多 这边可以移动 好不过那个已经来了 可是在这个线条里面 你可能会变成多一条线 他以为你要去那边加了一条线 请你按回上一步就好了 好这边多的 下来点 好这边多 好这样控制 好一开始会比较辛苦一点 OK好那我这边先到这边结束 因为想要影片可以让大家可以传送 最后一个笔画 请你点到绿色 这样就结束 好按完成 OK好先到这边 好那一样 请各位学习下载就可以了 OK 好各位我们来继续介绍 好我们的那个爱心裁剪贴图的功能里面的可以更有弹性的一个功能 叫做我们的线条里面的线点 它是叫点的动作 好那这个我们先稍微移到旁边 没关系 直接来到我们的爱心 下面那一排是爱心 找到剪刀 找到圈圈的绿色的加号 好选择你想要的裁切的照片 好那我这次借由自己的范例 人物很多喜欢用这种方式 好人头 人头穿的可能有脸蛋啊 或是有配备 或是穿衣服 它区块比较多 所以可能要控制的点比较多 不适合用那个刚才的线 曲线OK 可是这个更有弹性 差在哪里 好我一样按选择 选择线索 好找到点 好看起来这个点 这个点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 放大哦 好起始点 假设我这边是 跟刚才的曲线一样有这个起始点 如果弧度不大的 你就直接可以远一点点控制 好那你现在看到这边 你会发现跟刚才差在哪里 一样有这个点 一样这个控制点 可以缩放位置 控制位置 可是它多了一个点跟点中间 又有一个小点 它形成它可以弹性的去再控制更细微 你看到 好所以 微微的调 好它就点跟点之间又多了一个节点的动作 好所以这边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适不适合 再去把它做调整 好那我先把它圈起来好的 好 所以我虽然有帽子 可是我可以直接 在这边 尋着我的帽子的边缘去做 才给它点 那待会细节像这样太多了 其实上你可以再回上一步 好控制 好细节我们待会再控制 好那移动两只手哦 一直移动的时候是两只手 好然后头发没办法 我们这边我就不要 真正头发要处理的很漂亮 真的还是要工具 好适合的工具 我们这是比较简单的去背 这个功能就是去背 好那我们再放开 放开一下来看一下超过 好同学这边 效果里面我们就来找 好这边我就 你们知道原理就可以自己操作 好那我最后笔画来把它完成 好错了我就回上一步 好回上一步 好这边这边 好你看这边我就可以控制节点 好这随时还可以停下来做 好结束的时候 记得要回到我们的原本的起点 那如果太远距 你可以中间再多几个点没关系的 好对的绿色点 两次 好那你可以缩放往内缩 看目前的效果 好那觉得很奇怪 主要是我们要把后面的都去背 最多能就叫做去背 好那你按下一步 好那他会记住刚才的边框 那我说明一下 你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杂志啊报纸啊 或者是很多那个YouTube影片 他们的封面要凸显出来人物的话 他们其实是用外围是白边的 白边比较不会很突兀 好所以我们喜欢用人物的话 用白边 好那我现在这个范例也用 你当然可以选择其他边框都可以 好粉色系的OK 假设你选粉色系的OK 好那我这边说明白框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做那个新闻看到的画面 好那我就直接控制 练习把它放到你要的位置 为了这个就可以这样在其他范例都可以做到的 OK好这个就是裁切的部分 好那移动 那接下来就只有靠你自己的移动 看你要放的位置 OK好那我们先把裁切的相关形状跟我们的线曲线还有点的功能跟各位介绍 好那以后你要找的功能都会在这边你做过的 只是它边框颜色就是固定的 除非你自己再重新裁剪 OK好那待会如果这时候想要呈现效果下载的话 一样下载分享 好到时候你不要原旧的想要再把它拿掉 都可以去你的图库去把它删除 好那因为我要继续做编辑所以有返回 好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OK大家试看看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的是 藉由这个面板我想要点缀 那点缀的话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笔刷 笔刷这个功能其实就叫手绘贴图 一开始我们一开始就是手绘贴图 好那手绘贴图的用意 其实就把我们的手当成一支笔 T是把字输入像电脑打出来的字一样飘飘亮亮 那手写是你可以弹性去画出来你所要的 好所以我们常把它做画图工具 好那画图工具点进来 好先点我们的手绘贴图 他预设中间进来的时候是黑色的笔 黑色的笔刷 好那中间就是现在这个是空心的 那这个就是他的笔的粗细 笔的粗细最细的到最粗的 右边大圈圈就是了 那你发现颜色比较明显的 就是代表现在的粗细 预设它抓中间哪一个 好那我们黑色你看 现在手画出来就是黑色粗细 如果画错了可以回上一步 好假设我过了两遍 你可以回上一步一次就一笔画 好那如果中间你可能只是擦一点点 好你就可以用橡皮擦去把它擦掉 看某个区块只要擦笔擦 橡皮擦在擦的时候太细不好用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它变成是方块的 方块的橡皮擦你可以在 你们注意到这个方块橡皮擦变成是方块了 好那你要擦的时候你反而是适合用大一点点的 好可能我就是要擦一下我可能比较好擦了 那整个不要你就按删除全部 你刚才做的这一个所谓的全部是指 你刚才笔刷做的动作的这一个内容不要了 好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笔刷里面手写的字 好那假设我待会手写字真的不好看 好那我们先介绍它本身有前面三个L 那个是书学题的L就让你手写 那它有不同的颜色有点不一样的效果 你可以去猜你需要的是什么 好那我选其中一个 那当你选进来之后你的笔 笔它就它的粗细度 如果你要手写字不要太粗 然后重点是跟刚才我们裁切的概念要放大一点点 好假设我这边要写一个 嗯那个 很好 good g o d good 加一个惊叹号 好 把它故意用成手写的效果 好 不好看 好没关系 这个不喜欢就把它过头了 好那我们再补上来 它没有再 它做错了回原 可是没有再回来的 好 当我这个字内容OK了 就勾勾 好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类似我们的贴图了 它利用笔刷 可是做出来这个就是贴图了 好 那它能改的不能改字的内容 好 也不能改什么字里面的字型 没有它不是真正的T 它唯一改的就是它是一张图 你可以旋转它 好 那当然左右颠导可以 不过这个字不适合颠导 那它这边可以改颜色 假设我这边改一个我的紫色 可是它都会回到中间 好 那你就调 这就是我们的笔刷的概念 好 那有时候我们的这个笔刷 可能你写字了 可是写出来字细细了 不明显 你为什么 为了要凸显它的效果 我们会用一个功能 蛮特别的 一样是笔刷 故意选浅色系 浅色系 好浅色系 那待会要粗一点点 所以记得粗的话 是要放大一点点 好 放大一点点 最右边那一颗 你故意对着你的这个 好 那右上角这个勾勾 是可要为折叠 不行 我按到东西 好 折叠 好 你可以空间比较不会挡到 好 那你待会对着你的字的位置 好 现在位置 就是故意给它填满 故意填满 形状不要在乎 我们只是做出效果 好 当我做完了 返回来 你会觉得怎么挡到我的字 没关系 只要勾勾 这个就是一个空间 那它因为你后来做的 它盖在上面 如果你想要字在上面 就你移动 所以当你最后确定要移了 先决定你的这个 那有时候它在下面 你就对着它再点一下 它就好了 OK 控制它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会衬托 有时候比较那种文青的效果 可以做 那不喜欢再把它擦擦就可以了 OK 好大家试看看 好 刚才介绍的笔刷 好 可以把它手写出来 你想要画的图 你可以把它做画图的动作 写字的动作 好 只是后面那个底 也是一个颜色 可是你颜色要凸显出来 好 对称色你要自己搭配的好 好 好不喜欢可以擦擦没关系 好不过这是手写 可是它比较特别的是 手绘贴图有另外一个功能 好我点进来了 手绘贴图 笔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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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刷你现在我的画面 会跟你不一样 是因为我进来预设的 它会跑进来记录 那这是我之前记录的 你没有 好那你待会要的是在右边 好 右边这一个大爱心在小猩猩 它的概念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盖章 文具好像有卖那种盖章 这样把它盖盖盖 它就会逐选那些图案 那它形成的效果 这些不同的图案给你 好 那假设我选了一个音乐的符号 音乐的符号 这边有不同颜色的音乐 好所以你看我现在画出来 有没有看到 你的手去 可是当你画了 你随性的画了 注意看 随性的画了 你看我按勾勾 它形成的效果是什么 你的笔画画到哪里 它就多了几个符号 你画的比较短它就少了 那你会发现这一个是一张图 你会发现整个是一张图 你还是可以控制 可是反而没有弹性的 所以这个不喜欢请你叉叉 好 未来记录很多不是你喜欢的 都可以删除 没关系 那我主要介绍的是 待会如果你的空间 好 笔刷要再进来一次哦 我建议你 虽然选了 喜欢的位置先处理 控制好 喜欢的就够够 好 那你不想要重复 觉得这个形状很OK 好 你可以直接复制 不过我先重做一个好了 再重做一次 如果你想要位置有不同 那我又换不同的 一样是先用音乐符 位置这边 假设我要的是往下滑的动作 跟看它不一样 勾勾 这个它就变弹性了 你就可以旋转了 可以好 所以我要表达 不要一口气全部画好 这样你可能未来弹性就不够 好 不喜欢就叉叉 那接下来你就不用重做了 你可以对着大概几组做完之后 你可以复制 怎么复制 其中一张完之后 再对着外围点两次 一二 有没有就出来一张了 那它这个都是所谓贴图的物件 有时候不好选 你们要自己小心选 好就可以做 不喜欢就叉叉 颜色可以改 只要你的贴图的左边 这边都有这个符号 都有这个符号 看到这个符号 不好意思 我回来一下 看到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就是在做可以改变色彩 所以我点 好 它会跑来中间是暂时的 等到你 你看它颜色没有改变 好就可以改变了 勾勾就可以了 好跟你原本的颜色是稍微不一样的 OK 好 这个是符号 它还有好玩的 举例 我们写字写Love 除了T之外 它有一个可爱的T Love 我们来找一下 爱心 好 找到这边 有没有一个 Love 或者I love you 那我要Love 它在做什么事 好 符号你可以决定你要的粗细 那我先用预设看看 好 我就写在这边绿色草坪这边 你看我写在这边 如果你写这样只有三个字 你下次如果再接着它会变成重头 所以复原 先确定好位置 OK 有没有看到就出来了 如果你画长一点就会再多一个L了 好 所以你可以去决定 GoGo OK 好 如果你位置想要改 就可以直接去再做另外的 每次都要再进来一次啦 好 你再做其他效果 看你想要什么效果 下次它就会在你的记录里面了 听齁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介绍的笔刷好用工具 好 那大家试看看笔刷的动能 好 来那试看看喔 好 各位我们接下来 好这个刚才这个笔刷的部分先插插 好 那我们确定好我们要的位置 好 我们来调整 最后的调整功能 好 有时候真的会折到 好 变成不小心就会动到盖谁盖过谁 很容易的 好那你去调整你要的 好 这边只是教学 所以很塞 到时候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点缀 可能只是你要的一几 两张图 然后就去做点缀 好 拼凑出来你的一个 呃 我们所谓的用 用手机的一个平贴方式 或是自己呃 会成一个你自己的日记 这样可以了 好 那我们最后把我们之前学过的T 整合进来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T的文字是 我们的呃 记录 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 好 没有就再重做齁 那我就直接选我要的颜色 好 只设好了 勾勾确 好到我要的位置 好 字的那个内容不能改 好 只是能够做调整 好这个物件都可以移动 好大小都可以控制 找不到符号 请你移动一下再控制 好有时候是需要做这样的调整 好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那我想要再加一个日期 好日期 好日期 好日期的话 之前可能有剩下日期 可是今天日期不一样 好那我就会以我现在的日期做练习 所以我来到文字 日期这边正好有一个功能是日期 可以 如果你要的是民国年就自己重打 好民国年好这边有个日期的功能 他让你少打字 点进来 他有他的规格 看你喜欢哪一个 好那我选的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 好那我现在的日期是这个日期 所以我直接按完成 你也可以选你以前去玩的那天的日期都可以 好那预设字 我有调过中间有两个 有加跟减是让你预设调字的大小 好那你可以 现在我之前调过减号 好那你觉得我字不要那么大 就再按减号 加好等等的需求 OK好那我选到最小的 按下一步 好你去看你喜欢 因为他是数字所以有比较有感 好不要选那种空间很宽的 好那我选一个这个 好粗一点没关系 好颜色 好粗细 格勾确认移动位置 好练习的 好看你要的内容 OK好 所以这就是有关我们利用我们的手绘贴图 裁剪功能 裁剪里面分三种 一个是形状 一个是 形状之外 还有我们的线条有分三种 好另外我们也加上笔刷功能 手绘或者是盖章的方式 最后加上我们的T 好调整你想要的内容 好那配置你要自己去控制 因为他有涂层的一个基本概念 好谁跌到谁身上就会变成 会盖到那有时候需求是OK的 如果你现在想要裁切加框也可以 可是我现在这边 好像假设你真的还想加框也是可以 可以加框 可是我们刚才的练习里面 你自己需求好像不需要 好我乱我先不要好不好 我先不要 你们自己试看看你的需求 好他有时候暂时不见那不用紧张 好就可以了 好这个地方请各位 好确定好你的东西 好检查都没问题 好那我跟各位讲一下 观念里面如果你的 那个照片的颜色 都是要先处理过 在这边不能处理比较多的就是 那个颜色 好本身裁剪的颜色可以做什么事 对不起我先给你看一下 好这边你可以做的颜色 他有这种色彩 可是不是漂亮的那种 好是整个好不见得是你要的所以叉叉 好所以你我要表达 如果那个照片的亮度你要调 你要先从另外图片编辑里面的 亮度调整色彩做 这边是在做裁切都出来装饰的一个效果 好那我这是我们今天的范例 试看看下载好看分享到自己想要分享的对象 好那完了好然后分享 接下来这张完成 记得他已经在你的照片库里面 你可以去找到他 可是下次打开来他 再可是不能移了 可是你可以重做这样就可以了 好吗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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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